看这个报道感觉 现在美方有些人真的是在不遗余力地角逐奥斯卡的最佳剧本奖 如果可以的话我有三个建议 第一 纽约时报 他应该知道他发表类似的报道 只会多一个纽约时报在做fake news的这样的一个证据 第二 如果很担心这个苹果手机被窃听的话 可以改用华为手机 第三 如果还觉得不放心 为了绝对的安全起见 可以停止使用任何现代通讯设备 断绝与外界的所有联系